在两位关键证人的证实下,侯亮平的问题被彻底查清,作为侯亮平的领导,一直关心侯亮平的继承民检察长多长了一个心眼,先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了省委书记沙瑞金,得到沙瑞金召见侯亮平谈话的命令后,他才赶到政法委书记的办公室向高玉良汇报这个情况,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因为只要先有了沙瑞金的认可,高玉良那里就只是一个过场,就会大大降低侯亮平恢复工作的难度 好了,今天的主角又是纪尚明,又是这个看似与世无争,但只要出手就会一击致命地隐藏高手 高叔姐,我来向您汇报一下侯亮平的事 这两个证人,大风掌的司机和会计都找到了 银行卡和烟酒的事也查清了,侯亮平确实是被误陷了 季昌明的汇报很正常,原因说明了情况查清了 正常情况下,高玉良应该给出欣慰的反应 再不济也要重申一下对自己学生的了解和信任 而不是一上来就追究这两位证人的情况 这两个证人是在哪儿找到的? 我们的林省 齐厅长向我汇报的时候说,这两个证人找不着啊 齐厅长可能忘了司法拘留了 这还是吴法官想到的 你说这个吴法官,我当时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他什么也没跟我说啊 这你不能怪他,保密是我们干司法的职业病了 我也有这毛病,怕坏人钻空子了 证人哪里找到的? 齐厅长汇报说没找到 吴法官刻意隐瞒了我 请注意,高书记关心的问题 他并非纠结这两个证人到底怎么找到的 而是纠结为什么公安厅都不知道 为什么吴法官会隐瞒自己 为什么检察院不提前向自己汇报 一句话,他在怀疑自己的阴谋是不是已经被识破 是不是大家都在提防着自己 说的再露骨一点,高玉良作贼心虚了 只是,齐厅明并没有给高书记留面子 直接道明了吴法官隐瞒高玉良的原因 怕坏人钻空子 高书记,你猜这个坏人到底是谁呢 季昌明有底气,当然可以横冲直撞 高玉良作贼心虚,任何一个问题都不敢深入纠缠 既然季昌明不愿就这个问题深入 高玉良就只能赶紧开始下一个话题 仍在努力向着推翻这个结论的方向发展 跟我还保密 可以理解 但是你想想 这举报人蔡成功是侯亮平的发小 他会故意陷害侯亮平吗 很明显,高玉良还是不愿承认这个结果 还想试图诱导季昌明的思维方向 甚至一举改变极定事实 只是,事实就是事实 季昌明也绝非出出茅庐的矛头小子 他不想就这个问题继续纠缠 因为已经没有意义了 是不是故意陷害,不好说 现在正在查 但是,诬陷就是诬陷 一句话 蔡成功的目的何在 我们会查 但侯亮平的问题已经查清 这是事实 你必须承认 面对极定事实 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 高玉良还能怎么办 继续进攻是不可能了 那就默认这个极定事实 当然不行 按照高数界的一贯作风 及时止损 及时挽回负面影响才是正道 阴谋没能得逞 侯亮平又成了高教授最得意的学生了 高书记又满心欣慰了 但请注意纪昌明等同讽刺的回应 就只是一个字 是 高玉良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撇清自己的责任 清除自己的嫌疑 该说的话还得继续 说实话当时我对那些举报材料 根本就不相信 你也知道 他毕竟是我的学生嘛 我对他还能不了解 请大家围观高数记30秒 认真记住这副嘴脸 这就是小人的标准模样 出尔反尔的时候 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仗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就能轻易推翻自己早先的认定 不过也请大家放心 小人只有天报应 高玉良的报应就是纪昌明 且看纪检察长如何一句话 噎死高玉良 又是一句讽刺 又是一句毫无情面的接老底 还记得你当初怎么说的吗 我们要按照规矩万事 不管他是谁的学生 侯亮平掉到汉东才三个月 就已经变质了 高书记脸疼不疼啊 可就算被逼到了墙角 就算被如此无情地揭穿 高书记还是有解释的理由 看看诡辩又来了 高书记怎么可能攻击陷害自己的学生 人家着急找杀日经下达命令 着急让肖玉刚挂帅调查 逼着纪昌明亮明重诚态度 就只是为了堵住一些同志 说白了 就是为了堵住李达康的嘴 纪昌明被彻底打败了 但讽刺的语气依旧不改 就只是简单的附和 我看你还能怎么表演 还能如何将自己的脸皮 放在地上摩擦 高玉良的解释仍在继续 这件事情如果不彻底说清楚 自己就会背上 坑害自己学生的骂名 更会被大家认为是打了脸 颜面尽时威严不在 现在还有人说 我当面找到沙书记 是逼宫的 你想想 我还想整死我自己的学生 是是 注意高玉良的这句话 可就有所指了 根据他和侯亮平的谈话 我们知道 高玉良已经怀疑上了纪昌明 他认为自己找到沙书记 请示处理侯亮平的消息 就是纪昌明泄露给侯亮平的 所以他更要解释清楚 向这个泄密者解释清楚 自己的真实目的 纪昌明的态度依旧 你说你的 我听我的 信不信那就是我的事了 对话进行到现在 高玉良几乎将自己的责任 撇得一干二净 但有一个问题 高玉良似乎并不好解释 那就是肖刚玉挂帅调查 侯亮平又是怎么回事 别忘了 肖刚玉可是越过了省检察院 直接接受高玉良的指示 别着急 这点问题难不倒我们的高书记 高书记决定先下手围墙 抢在纪昌明的前面 将问题抛出去 现在想起来啊 倒是你们那位肖刚玉 在逼我的功 注意高玉良的表述 你们那个肖刚玉逼我的功 啥意思 是你们检察系统逼我的功 我才会无奈同意处理 侯亮平的 注意 这个表述有着明确的所指 纪昌明不能再模糊应对 必须亮明自己的态度了 高书记 怎么又成了我们的肖刚玉 肖刚玉可是只认您不认我呀 态度明确 回绝坚定 不是我们 永远都没试过我们 肖刚玉只接受你的领导 从来就没认过我这个省检察院的检察长 可没等纪昌明正式拉开回队的架势 人家又立马来了一个经典的话题转移 行了 既然事情都过去了 都别说了 话题是成功转移了 但再请注意高玉良的表达方式 都别说了 啥意思 人家将这个问题定义成了争论了 而且人家还摆出了一个不予计较的大度模样 明确表示不合你一般见识了 我就问你 面对将语言艺术拿捏到如此程度的高书记 你服不服 好 你是政法委书记 你是领导 我只能听之认知 更何况 纪昌明今天的目的也并不是来和高玉良吵架的 他的目的是恢复侯亮平的工作 然后重振旗鼓 将汉东的黑暗一扫而尽 高书记 我向您请示一下 侯亮平是不是可以恢复工作了 侯亮平恢复工作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赵立春遥控指挥 高玉良具体布置 其同为乃至整个汉大帮精心执行的庞大计划彻底落空 更关键的是 侯亮平一旦被恢复工作 116大案的追查就会立马重启 毕竟真相的日子就会大幅度提前 高玉良等易干汉东官场上的蛀虫 很快就会显露原形 所以高玉良当然不愿意同意 可事实摆在面前 总得寻找一个理由吧 来看高书记寻找的理由 侯亮平的问题嘛 这样吧 你看是不是请示一下沙书记在说 请示以后再说 就算是不管用 最起码也能拖延一下时间 尽可能争取到挽回局面的机会 现在你明白 既唱明为什么先向沙瑞金汇报 再来高玉良的办公室了吧 他早就预判了高玉良会友的反应和托词 沙书记那儿就没有这必要了 他正和侯亮平谈话呢 是吗 侯亮平不是想调离汉东吗 现在他问题查清楚了 我想是不是沙书记 又不想放他走了 正做他的思想工作 挽留他呢 当时要把侯亮平调回北京啊 也是沙书记的提议 是为了保护侯亮平吗 现在既然一切都查清楚了 我看还是这样吧 让他留下来 你说呢 没办法了 彻底无奈了 高玉良到底选择了妥协 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 高玉良的陌路之旅正式开启了 面对高玉良的问题 既唱明不在搭理 更不愿给出复合 就只是简单回应了一句 这样有你们省委做决定了 好 沐浴城州猛虎归山 高玉良的心理应该是后悔的 但也肯定明白为时已晚 汉冬即将变天